虽然吃大米小吃一点 但是农业科学家就试图试一种 能够适合糖尿病病人吃的那个大米 叫做宜糖米之类的 他就说这个 这个就是功能性农产品将受到侵蓝 然后环境友好型的那个农业生产 现在不是还环境保育吗 农业的功能在延伸吗 所以呢 这个环境友好型的农业要受到追捧 这个是将来农业的一个方向 那未来呢 我我这个下面是我的看法 未来我们要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农业呢 毛泽东不是说了吗 依靠精根细作来解决吃饭问题 但是现在看着 单单的提这个精根细作这几次还不行 应该是基于科学的精根细作 来解决吃饭问题 那基于科学的精根细作 比如我们建的最新流行的很时髦的 叫分子育种啊 涉饰农业 最近这几年发展很快的 就是涉饰农业 涉饰农业能够使得在沙漠里面 我要盖上一个棚子的话 都可以种植 都可以做这个 涉饰农业 另外最新挑的很搞的 是要素质农业 不是又提出什么 素质富能 乡村振兴吗 素质农业 这样的一个 另外这个科学农业 应该除了最先进的一些科学技术以外 最先进的一些技术以外 应该也包括一些传统的经验 在我们做农史研究的 比如说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 这个在古代以来是一直行持有效的 为什么呢 支持中国 中华文明历经四五千年而不坠 很大程度上 中国是依赖于这种 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的维持的 你比如说 北方先是种小米 后来种小麦 到了南方 这个文明如果一直种小米种小麦 肯定维持不了了 所以后来到了唐宋以后 才大量的依靠一道米 这个很大程度上是维持生物的 保持农业生物的多样性 另外还有节水 中国节水 节要用水 改良土壤 甚至一些地方性的经验 比如咱们现在搞农业文化遗产的人 经常吹的那种叫做倒点养鱼 倒点养鸭 这样一些技术 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还有一个不是太为人所认识到的 就是地方品种资源 这个好像也可以记忆开发 因为你地方性的一些品种 它完全释放一些地方人的考量 我是来自江西 江西人释放吃米粉 那现在的农业科学家就在预祝一种特别适合压榨米粉的一种水稻品种 这个就可以从地方性的农作物里面去取得这种品种资源 这样的 另外因为未来人们对农业的期待性越来越高 我们在继续搞绿色革命 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去武装农业的同时 还要开展白色革命 这个中国可能要面临了一个转化的 就是说你原来是以种植业 中国传统农业是以种植业为主 未来你说种植业的话 解决温饱问题是没有问题 但是要吃好了 还要有一定的那个动物蛋白在里面 所以呢在继续这个绿色革命的同时 要也开展这个外国人流行的叫做白色革命 像印度也搞过这样的 在绿色革命之后搞一个白色革命 就是牛奶这样的一个可能发展戏木业 将来也是中国农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西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就这么一点 因为是南方人 我刚才几个老师都是北方人 说我的口条不值 谢谢曾老师 您南方人所以他对水稻特别了解 对做的是水稻 现在我是水稻在北方 谢谢曾老师 曾老师这个 刚才曾老师讲的呢 这个很精彩啊 这个 其实是 我们这个安排可能朋友们也都听出来了 是吧 这个 这个 从最早的 然后到 从几百万年前的 到一万年前的 然后再到咱们两千年以来的 这个 这个 曾老师呢 就是从 从从从从从从这个 这个 他讲了这个我们这个两千多年 是吧 从春战国一直到现在到未来 是吧 然后讲的这个 这个 我觉得讲的主线呢 可能大家也都 也都听得很明确 是吧 其实是 背后有一个人和自然的 关系的问题 这是农业 对于 它作为文明形态 基础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另外呢 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讲的 就是中国这个 讲的这个 小麦和水稻 像 盗麦斗争史 这个 而且盗麦之上呢 其实都是政治和社会的 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角度呢 也非常的 非常的新颖 也非常的有意思